大家好,我是唐凤。 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11月18日到12月2日跟马德利Media Lab的朋友合作的工作是哪些? 以及在11月18日之前,各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追踪以及参加我们的工作。 现在我在High Fidelity里面,我设立了一个录影的空间。 只要进入这个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就出现了一个录影中的样子。 接下来只要按这个录影键接下来的互动,不管里面有多少个人都会被这个空间记录下来,并且可以成为NPC在未来回放。 这次在11月18日到12月2日的马德利Media Lab Prado会有一场工作坊。 这个工作坊的特点是,它是聚焦在我最近的一个研究题目上,就是如何运用科技辅助讨论的进行。 让讨讨论的朋友可以运用自己习惯的场地,自己方便的时间,而不是一定要在去工作,或者一定要在几点到几点才能够来发言。 因此,这样子的一些工具就是辅助式的assistive的工具。 它包含如何把所有的人的想法里面的事实部分,感受部分,以及最后的建议部分,综整,变成大家很容易,只要花十分钟不到,就可以追上最新的讨论状况。 那因为这个是在马德利Media Lab Prado,所以我们就提供这样一个工作空间,并且也邀请全世界关心这个题目的朋友都来参加这个Civic Hackathon。 我们收到了47个团队,那因为最后的排序,要明天才会揭晓,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其中三个我们几位导师们比较喜欢的专案。 那也不表示他们最后一定就会入选最后的八队,也不表示我没有提到的不会入选,我只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关心的大概是哪些主题。 第一个是墨西哥的一个团队,他们想要做一个工具,叫做TernoMetro,这个呢,是他们已经在WikiPolitica这个专案里运行了相当久的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是这样的,当他们实际到乡下,可能没有网络连线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一套,类似Slido或者Google Slides,但是这些都要连上网络。 他们希望可以有一个自己在笔记性电脑就可以运行的系统,把现场所有人举手发问,或者是及时想要对讲者说些什么,或者是像占领华尔街的手势那样,想要讲者说快一点,或者是听不懂,或者是程序上觉得有问题的这些。 这些手势,或者是听不懂,或者是听不懂,或者是听不懂的这些。 也可以透过投影或者摇线Telepresence的方式来参加这样的现场活动。 这是第一个,墨西哥的朋友的想法。 另外一个是在巴西的朋友提出的想法,那他们的想法是说,我们现在有一套叫Police的开源系统。 这套系统的特点是,它能够把大家不同的感受放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 好比像说,有三群人,他们的想法彼此不一样,你就可以看到各三百人在三个不同的角落。 你可以提出自己的感受,也可以帮其他人的感受,打分数,看你同意或不同意,随着大家这样子说同意或不同意。 除了形成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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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只是在非同步 也就是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应用 而是在同步 也就是只有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也要可以应用 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智慧型手机 同时把所有人的感受 透过一个bot 透过一个机器园 聊天机器园 来给所有的朋友看到 也就是说主持人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 好比像说大家现在觉得怎样 或者是大家认为 我们现在应该专注思考哪个面向 然后在场的朋友 就直接把想到的第一个想法 放到police里面 接下来这个聊天室的机器人就会把一对一对的别的朋友提出来的想法提供给在某个频道上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可能就是在场的朋友 就可以用即时投票的方式来选出 我觉得别人提出来的想法可能比我的还好 或者这两个想法是一样的 可以合并等等 可以很快的按一些键 就做出这个区分 那这个聊天机器人就会再给你另外一组两个想法来做比较 那在police的引擎底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某些共同的想法 过了两三分钟之后就浮上来 那主持人就可以把它当作团体的想法 把团体的共同意见念出来给团体看到 或者给团体听到 然后从中挑出最有共识的一个想法 然后继续去请这个团体 针对这个想法来进行讨论 那所以这个开源专案 就是巴西的朋友想要来马德利做的 那最后我再提一个瑞典的团队 他们的想法是说 他们愿意来马德利跟我们一起做出一套系统 是一个专家系统 这个系统呢 是任何时候 公民社会想要讨论一个主题的时候 他可以不用全部从头自己来 他只要跟这个专家系统说 我目前有多少人 我们讨论的范围是关于一个地点 还是一个政策 还是一些什么别的形态 我目前已经联络到多少个利益关系人 他们对于数位工具的掌握程度 大概是多少 我们的小组大概有几个人 分别是哪些专业等等 那透过专家系统 他就可以推荐出比较适合的程序 那除此之外 他也会推荐全世界正在讨论类似题目的朋友 就可以像 All I Views那样子 全世界对气候 全世界对于永续 对于生物多样性 对于其他的东西 都可以进行能够串联的讨论 那这样一个串联的讨论的资讯 的专家系统 就是这些瑞典的朋友们 想要一起来打造的 我自己因为接了新工作的关系 所以呢 不能够在11月18日 就到玛德里来参加 因此上个周末 我去Media Lab 跟他们擅长做机器人的朋友 把我的3D扫描的影像提供给他们 在那边做出我的一个分身 这个分身 可能是用ROS Turtle Bot来移动 上面是用我提供的 科达的Pix Pro 4K两个眼睛 来看到同学们 那他的手势可能是用镭射光束 那我的眼睛正在看哪里 可能是用LED的灯来表示 那还有许多做艺术以及装置的朋友们 会把我打扮成比较能够融入人群的样子 那这整套系统都是开放的 那我们也会把这整个这个星期里面 11月18日到25日 我在台北远端参加的过程 在High Fidelity或其他的地方进行录影 从现在开始到11月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中间我会在10月18日 25日 8日 14日 都提供在High Fidelity里面 这样子的录影 这样子的录影 除了让大家看到 目前我们的筹备情况 怎样之外 也可以让感兴趣的朋友 用远端虚拟的方式来追进度 如果可能的话 我也会在星期五上午的时间 在High Fidelity的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叫Florality 即时出现 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 即时进行讨论 集思广益 那甚至是运用这台机器上的 Hackpad Sandstorm 这些系统 来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样就不会只有 被我们选到的 那八组到马德里的朋友 可以进行创作 而是在他们之前 我们就事先来进行讨论 跟创作 如果对这些主题有兴趣 建议参考几个YouTube上面 已经有的录影 一个是叫从起点到重点 是我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讨论VR 对于公共政策审议可能有的帮助 第二个是公式青春发言人的同学们 实际在这个空间里面采访我的这个分身的完整的过程 也有竹子稿 那第三个是之前在电子治理研究中心的朋友们开的课堂上 我有介绍V台湾跟Join这两个 由公部门主办的公共参与平台 那V台湾的执行是由社群朋友决定 而Join的执行则是由各部会各机关 以及现在议会的朋友们来设定 那无论是哪一个平台 我们在未来都会逐渐结合 这一次在马德利 以及之前在线上大家的贡献 来看能不能应用这些工具 让我们的讨论品质能够更好 能够触及到 更多平常没有在线上打字的习惯的朋友 这些工作的成果最后也都会在12月初 巴黎的开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的年会上 我也会用VR的方式 跟各国的朋友分享我们工作的成果 那就先这样咯 那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